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库若温 这是一个开源的一个 K8上的网络插件 在多互库方面上的一些探索 如果你现在看开源的领域 你想找一个K8上的 多互库的网络插件的话 基本上也只有我们可以选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和背后的一些实现的事情 首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库若温 库若温其实是我们临随于在服务 很多的一些企业副播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们会发现 所有的副播在上K8的时候 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网络情况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在自己的企业 去实现这K8 应该都会碰到过这样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当时去探索一下市面上 所有的开源的一些网络插件 发现都多多少少会公共上 或者是使用上会有些缺陷 然后我们其实是经过一些别人的传统的 一些工程师跟我们说的是 就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在传统的领域 这个网络性化 其实已经有一些很成熟的方案 其实就是O1S这一套 然后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比较成熟的 这套O1S这一套网络 投给底座 和K8这种原员成的一个设计决筑 就相当于把这个传统的网络 设计划和一个相对先来 它的一个K8的一个电台贴合 然后生成的就是我们这个 TOPO1S这种项目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TOPO1S 然后今天要讲多租户呢 肯定要跟大家简单的 介绍一下多租户是什么 多租户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然后如果要说多租户的话 其实是一个公务员相关的一个概念 就是多租户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网络的概念 叫经典网络 大家如果家里有一些上岁数的成全的话 可以回家去问一下 就是很古早的时代 就是不管是贝扎乐 S啊还是阿里云啊 他们最早的 其实在多租户网络之前 都有一个一段时间 他们用的其实都是经典网络 这个其实是公务员网络 最早的一个网络形态 这种网络的话 其实和传统的那种 企业内部的二层的那种旗户是比较像的 大家可以理解为 就是尽管我公务员上卖的是一个一个的虚机 但是这些虚机 其实是接待了同样的一个物理网络上 他们可能都是通过微单 或者是从二层的隔离坐在一块的 所有的网络 其实它的物理设备和这种透口结构 其实是直接映射到那种物理上的群集的 所有的租户其实在里面上 它在二层上其实是普通的 只不过是云云场上做了一些高的墙 作业居然是进行一个隔离 然后这样就可以对外售卖了 这个其实在早期的应用中 随着那个规模扩大 其实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首先就是从用户的层面来说 我用户看到的是一个虚机 但是它下面的网络 并不是由我这个用户去控制的 你可以理解来 虽然我有一个IP 但是我这同一个网站下的 另一个IP可能是另一个租户 我也没有办法去控制 我的整个的网络策略 因为可能都是我底层的 那个物理设施去控制的 这个对用户来说 其实就很不友好 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地址 我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网络策略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路由 这样的一些事情 对于云场上来说 这其实也是有比较多的问题 就是你的租户虽然是隔离的 但是你的网络在本质上 是没有隔离的 如果要进行管理 要进行一个扩容 或者要扩充一个网段 所有这些东西都很困难 所以其实到目前这个阶段来说 大多数的工作民 其实都已经淘汰了 这个网络模型了 它只是历史上 一个早期存在的一个情况 然后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证据员 看到的应该都是这种 多租户的这种VPC的网络模型 这个网络模型 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物理的网络上面 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一个虚拟的网络 就是每个租户 其实是有自己独立的网络拓扑 就是你可以在VPC里面 建设你的Suponite 分配自己的地址 分配自己的路由 甚至可能更高级的 还有些DNS 网络策略 包括一些 比如说你多个VPC之间的互通 就是VPC的公网 的VPC和你私网的一个网络上的互通 所有的这样的高级策略 其实都是这种多租户的网络 这种情况下 其实可以实现更好的这种资源隔离 对优货来说都能够好 因为它对于它来说 网络层面就没有任何的限制 它就反复自己拥有 一个完整的网络 对公网络的厂商来说 其实也相对会方便一点 这样的话照顾的租户税 会比较清晰 它扩容的话 其实对上层的客户 也是没有感知的 就从两方面来说 都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是我结了一个 谷歌译的一个VPC的界面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就可能在VPC下面 其实你用户可以设置自己的资料 可以设置自己的内部的IP 可以设置自己的防火墙 路由 包括它的peering 还有它的一些 Pro-private的connection 这样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的 在您在工作宇上面 看到的一个多数数网络的形态 就是说在 其实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态 其实从原来的经典的 这种二层网络到现在的 VPC的网络的一个多数 然后我们其实是发现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我们其实在目前的配方上 如果大家对这些网络稍微熟起来 的话会发现 K8现在的网络 其实和早期的公共云上的 经典网络的那个模型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你其实所有的 在你的K8内部 尽管你可能在应用层面上 做了一些租户 用户的设置 但是它们其实网络层面 其实是在同一个平面的 你的所有的 可能你的整个机群 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网段 所有的租户的POD 都是在这个网段里面分IP 然后你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在 用Nightshare Cloud Cloud 现在要做合理 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你的用户 其实是没有办法 对你的网络 做任何不稀利度的 比如说网块的划分 地址的分析 路由设置 这些东西都没有 这些其实很类似 于早期的那种 经典网络在公路里面的情况 然后我们当时早期 其实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的底座 是OOS 所以我们其实很容易的 就是把原先的那种 OOS的OPS 其实你做了 干净了这套多多多户网络 我们其实能够很容易 把多多多户这套 一道的计划上面来了 然后我们当时就很开心 推出去肯定是大火嘛 因为这个东西 我发现了有这样一个 从经典网络 到多多户网络的趋势 我发现市面上 没有多多户的K8网络 我们肯定会特别火 当然实际上 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我们推出去之后 前几年可能用的用户并不多 大部分还是用 传统的这样的网络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对于大部分的 K8上的用户来说 它和用AS5 或者是用Google 用OpenScout的用户 其实区别还是很大的 就是大部分用K8的用户 它其实是更面向应用的 它其实对你的基础设施 并不是很关心 或者说你跟一部分人 就根本就不想关心 我下一个基础设施是什么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你的网络上面 只要有一个基础的网络 普通对我来说有折利的 然后我用ProTroce 提供服务的发现能力 那我用NightOperle 做网络的得力和安全 这样一个简单的基础的网络 可能同一共的视角来说 这个事情足够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 这么多年度 本来NightO 还是Cellium 所有的这些网络插件 其实都是通讯这样的系统 就是我只提供一个基础的应用网络 然后尽可能在应用网络上面 做出一些话题来 比如说我做一些应用的策略 或者一些应用的减肯 或者做一些应用的预奖 或者是更往上考的 所以我们最早 我应该在19年 20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基础的多多数的网络 但是其实并没有大多数的营养 因为这个事情和实体场景 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但是我们近两年 其实发现就越来越多的用户 去找我们去探讨这种 在K8多多数的网络的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会发现 就是这一类的用户 反而是跟前面那个用户 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些新型的用户 这一部分用户 它其实不是面向应用的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 其实就是大部分 有一部阵的客户 还不是大部分 就是已经有一部阵的客户 他们开始尝试使用K8 去管理基础设施 而不是去管理 管理应用 这种场景大部分就是可能 我现在要把未来的OpenStars 下掉的 因为他可能觉得OpenStars 不是历来的趋势 然后他在这个情况下 他再想管理它 整个基础设施的话 他会发现有 K8加上PuboWare 是这样一套东西 就发现我好像 有了一个调度 然后又有了一个虚拟 然后我似乎可以 在一个框架管理所有的事情 因为我用K8加上 PuboWare 我好像就可以把 后的 LVM 这样所有的事情 都在一个平均上关起来 所以有很多用途 现在在他们建设下一代 基础设施的话 会形成这种形式 同时管理他们的 武器系细极和鲁金属 然后这种有一种 有几种 一种是 就是真的是在做工业 就包括我们在一些运营商 那次见到一些运务 他们就是想 对外做工业 但是他们内部的基础设施的话 他们就已经定型了 就 包括下游 肯定不用 这种配搭 然后这种情况下 它就会有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集团 就是我这个集团特别大 在我的集团里的 子公司也特别多 我需要把我的基础设施 统一管理 这样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内部的 很大的一个私有源 但是这个私有源 其实和公有源没有区别 因为你的子公司 都很努力了 他也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些用户受到的问题 其实和公有源受到的问题 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希望在我的公有源上 这个源于一个多租户 然后这个多租户 怎么给用户同时提供 须机提供 后的 然后可能它会修作人数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其实这种 现在S层的那种多租户的 那种网络 反而是更适合他们这种常理的 就是他们适合我 那种应用那个用处 是完全两种 两种常行的 第一种呢 可能是更靠上场 我只关心应用的一些 但第二种的话 其实应用的话来说 并不是什么很关心的 它可能更关心的是 我给你提供资源 提供网络 我和我提供资源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两年看到 很多客户 就开始 已经开始在走 下面一条 然后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我贴的一个 Flyout的一个加坡图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很很很 很典型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三层网络 尽管它是在物理网上 又做了一套心理网络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 任何客户的概念 因为这个心理网络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段 然后每台主机上 四只一个段 然后主机内的话 它通过是一种长通行的 然后插手机的话 通过一个路由进去 就过去了 就整个的这个机器里面 虽然它有一种 偶尔的网络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 通过的合理 它其实是一个 如果你硬套通过的概念 你可以说这个机器 有就是一个通过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这个 特务结合给改分一下 就实现层面 其实对我来说 没有很困难 因为OS本身就有这种 比如说 宋女多多器 宋女交换机 网络安 还有防火墙 这样的好东西 我们其实就是把 OS和O1里面的 那套网络络拿了进来 然后每个住户 可能就是和 几个多多器 几个交换机 然后交换机 下面我们其实是把 配发供给的 这种计算的资源 比如说是VM 或者是靠在来 然后接到我这个心理网络上 其实我这样一个 就相当于是 形成了一个 多多部的一套 这样的话 你可能租户的V 可能是 我是在一个 VP下面 然后租户地在一个 和VP下面 一个VP下面 它可以有自己的 速度游戏 有自己的 性能交换机 然后在这里面 我其实都可以做 防火墙 还有网关 还有出网 路由 这样一些事情 其实是 就本质上来说 我们并没有发 发明成何新的东西 我们就是把 公主义的内套 更去运营 下过的 这个其实是 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发现了 很多的 就是配发的设计理念 其实和这种 我们这种多多部的 设计理念 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一下 配发最早 其实是 没有输入这个概念 它完全是一个 一个 应用准备的 可能有一些 简单的用户 简单的数损 它本质上 还是认为 你是一个 单速度的重力 然后如果多多部的话 我们会碰到 其他问题 一个是 出网的问题 就是 如果大家熟悉 其他的网络插件的话 比如说 虎兰呢 或者 开口 他们的出网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这个 扣的在这台机器上 那我这个扣的 如果是出网的话 就房子外 这个问题 这个的话 那我会先路由到 这机场 让主机上进座 一层 和人体 然后出去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 你都多多部的话 这样有更新的问题 因为你可能多个 租户都在一个 节点上 他们可能 都会 供尼带出去 这个其实就 有些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可能在OpenStack 或者其他的一些 私有迷范也见过 就是我们其实是 每个VPC 会有一个独立的 叫VPCMT-TVA的概念 就是我们其实是 加入了一个 网关的一个 这个网关 我们在实践上 其实就是一个 独立的一个扣子 然后这个扣子 其实稍微 跟别的扣子 不一样的 就是我这个扣子 是个网关 是网关的扣子 然后其中的一个网关 是接到我 心理网络里面 然后另一块网卡 我去通过 麦克威蓝 或者是 我们现在是用麦克威蓝 但是其实用 麦克威蓝 或者是直接扣子 基本是类似的 就把另外一块网卡 接入到我 物理网络里面 这样的话 我在我单个扣子层面 其实会比较 这个扣子 就相当于是个路由器 去做我这个VPC的网络 和我这个物理网络 这样一个关联 然后在这个扣子 我们会做一个 我们现在是用的IPTable 在扣子里的规则 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实现 你在东北上 见到的一些网络服务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DIP 所以在DIP 其实如果是 我在IPTable 做了一个NAT 做一个SNAT 就是对到我的一个POW的上面去 这样的话 就实际上 可以做DNAT 或者是SNAT 这样的一些类似于LB 还有这种所有的POW 通过一款机制出网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其实 相当于我们可以做到 每个VPC的独立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POW 可以给这个POW 分一个物理网络的IP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每个VPC 有一个独立的出口 然后每个网络的出来 再有一个就是多数库 安全方面上的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这个多数库的 安全其实有两方面 一个是逻辑上面的一个隔离 逻辑上面的隔离 其实我们会去普通的 开发网络 刚才也说了 因为我们是 就是在最上面 下面一张图 就是我们其实做到了 逻辑上的三层 就已经是百分多了 大家可以以为 这个A固库和B固库 在他们的 这个网络的图库上 根本就能有限连在一起 所以理论上就是两个 网络里面的 国际概念是百分多的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每个固库 可以有自己 或者网络的自己来 提出一个两个网络 就是重别的 就是没有影响 就是没有影响 就是相关卡 都是在自己的一个固库 然后有些个努力的数换 这样的一个量子 然后我们还实践了一些 在播放影响 或者是大家上 或者是人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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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主要是 人家上是5号 还有就是5号 就是5号 那时候我们也可以 人家给我抛网 但是人家给我抛网 我们在这种场合理下 就发现有些问题 因为人家给我抛网 可能更多的也是 就是面向应用的 而且它可能缺乏额线级 或者缺乏黑名单 和白名单 这样的东西 就是如果我们是之前 属性公共有的一套 6号的侮辱 和6号的划案 其实是在这种程度 在用 MetroPolite这些设计 就发现特别变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实现了这个 和6号的侮辱 的接口 包括它的6号 这个是我们3号的 一个打开的设计 在实现上 其实 其实就没有 太大的设计 其实就是把 原先的那个 拖网里面的MetroVCR 然后印刷到 配网的这个CRE 我们其实就是做了一个 案 我们把配网上的这个CRE 翻译到我们 拖网里面的一个CRE 翻译到我们 拖网里面的那个CRE 就可以了 再有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其实发现 拖网之后 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基于这个CRE 这个CRE 有少于做不出的 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发现 在CRE 中央弹用的这个Service Service 这个功能在多 多多不再是有一个问题的 这个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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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Service 如果用到 RSI 里面的概念以外 因为它其实都相当于提供了一个 极其内部 做在用的那个功能 它在其他上的主要问题就是 它其实有什么 互相和自由 就是 因为整个的一个CRE 其实是一个Service 和那个LSI 这样的话 如果你租户那个用户 其实 其实没有办法 所以你自己内部 是能切了一个定属 因为它其实又是一个 互相和持有 这对于多多部的用户 来说 因为它可能会需要 就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定属 那也是我自己 内部去控制 就是想去广东的这样一个机制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 定了一个新的Service 我们用一个叫 RV的这样的一个Service 它实际这种多部的 互相和在平衡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其实还是希望 我们尽可能 复应K8的那种Service 因为K8的那种Service 因为K8的那种Service 其实实际上 这个还是 还是不错的 你看到Service 它能换到关联 然后你那个 那个后 它能换到它 它能换到它 所以我其实是想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自己的 这种Service 其实还是 可以创建了一个Service 只不过这个Service 就是 我们不会再 这个Service 分配 然后这个VIP 其实是由 我们自己的 那种Service 这样的 可以控制 我 LV的IP 然后我也可以 定义到自己 LV的IP 但是我 后面层实现了 其实让它 N块的那种具质 这样的话 我们再用LV本身 R 就是可以实现 这个VIP 到N块的 这个IP 就是 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又 实际上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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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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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所以 如果是在之前的情况下 就是没有这种 或者是一个未来问题 其实是反映不到 我诺认评定性下的这种靠定案是出过的 这样的话就会有连通性的问题 还有就除了连通性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即使你现在连通了 就是我其实会有一些技术 我把你这两个PPC打通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靠定案 诺认它其实经过了整个系统的 这个Service到 就是域名到Service的一个解析的 其实它也会有些潜在的问题 因为它其实也是没有合理的 相当于我只要讨论到了 就能够制造所有的 我进行你所有租户的这个 域名的解析的这样的情况 对 反正就是我们 真正的开始往生理座的时候 就会发现很多 就是我们做K8的那个 一些传统的设计里面 是很深处的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提供了 极种的解决方啊 这种方法其实社区现在 都有入库在运 另一个都是我们的 完全抛弃的那个K8的DNS 就每个租户里面 都自己去自己建一个DNS 这样的话 就可以总结为 就是我在这个案子 这个VPC里面 除了默认的网络之外 我还有需要给这个VPC 提供一些网络 这个DNS 其实就是提供的 它提供的一个网络 它在里面去控制 它的解析 或者它的传统DNS 这样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在默认VPC的DNS 我们会在网络里面 做一个网络里面 做一个网络 我们会在网络里面 做一个网络里面 这个网络里面 就是在这个网络里面 就是在这个网络里面 我们现在刚才的这个网络 其实是联通的VPC和V路由 我们现在做的是 这个我们现在的 去搭一个网络里面 这个网络是指向VPC 这样的话 相当于我可以把我这一部分的公共的服务 都放了一些网络的话 就是可以有能力去连通那个工作人员的游戏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聪明的方式实现 对我们同时我的作户内的领域 去访问一些公共的这样的性能 我就是这样的一些功能 这个也稍微有些问题 就是如果你能做过这种方式的话 那其实要特别是你的 很多人的一些的网络性质量 和这些你的用户 有些是不成叠的 所以可能效果有一点 可能给这个网络有更新的 答案是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一个 一个营营商面空里面的一个厂面 就是他们其实 对现在的我们基本上在国内的 营营商里面都有一些社区上的一些合作 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基于 多分在去做的 他们的内部的一个 也是对内部的 有个头部的 有个点的 他们这个 这个架构大概 就是他们 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的 P St 和 网络相关的一些资源的变化 然后 一起把 网络相关的变化 去翻译 给那个 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的形式是这个翻译器 就是我们会在K8上定义我们的CR 这个CR里去帮你调整个文化 然后我们这个Ctrl的有些坚重这个CR的变化 只要是这个有变化的话 我们就会翻译到一个O文的继续 然后代表它是相当于 就这个翻译器就是无端的 就把K8的继续和O文的继续做一个硬质 然后O文里面以后 电话小控制的话 我们再把这些系统化转推着显回去 然后和美太机器上的一个O文的继续 可以这样的方法 所以是一样的实现 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标志的 这个对它在这O文的继续上 或者是这个对不对 其实这个各种翻译的事情 然后它们其实现在都已经实现了 这种多不复的一个角度 包括同学呢 它在这些话题秀的 都已经在做 就是因为我们的场景下 设计的会不会特别有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和川普的 所以它们现在也有一些人在做 外形体体配的事情 就是这种专门针对这种情话 这样的一些加速的方案 这个其实是社区里面现在 就比较多的人去做这些事情 还有就是一个 我并没想到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道体体 比传统传统传统 就比你们常见的那种 开发生的那种 现在是不大很多的 因为它它设计的 就是开发本身就很麻烦 网络本身也很麻烦 网络外也很麻烦 就是我们相当于 就是有的网络传统传统传统 做的越来越简单越好 但是我们这道理局 做的越来越粗产 所以这个东西来说 为了这些运营的事情 不能充满 所以现在也在做一些 智能运营的事情 或者包括 就是包括更多的一些监控箱 包括一些我们在 智能化测试 或者一些智能化测试 以及同意的一些反善 这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是我们跟 合作的事情 然后最后提上来 就是我们还没有做 但是我们其实发现了一些 就是新的一些变化 就是第一个我们发现了 其实这个 就前几年我们认为 它不是一个很热闲的方向 但是这两个 其实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 就是通过智能网卡 去关利口金口的这种 这种智能网卡 就是这种智能网卡 就是大家这一点 如果关注网卡 就大家知道 这种智能网卡 其实会有一个通用的 一个智能网卡 其实会有一个通用的 一个智能网卡 或者是X86 你可以理解 我可以在这个网卡上 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标准的 一个操作系统 在这个操作系统 在这个操作系统 其实也会有很多 关注转箱 这样吧 然后再把这块网卡 接到一个主机 这样好 自然可以在这个 你的DPA上去控制 我一个装金属的 这样一个方法 的一个方法 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事情 我们能做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 在我这个通用部网络下 我可以同时管理 区域和容器这个时间 但是我现在可以 进来的去管理这个 技术 你可以理解 如果我们爸里面 都可以跑到 那个DPA的那个网卡上 然后这个DPA网卡 这个是接到我们 这个心理化的 一个随着网络里面 这样的话 它直接在一种 经济部的那条网卡 那条网卡 其实就测误的 就接入到 这个多多数的这种网络的 然后你所有的 这个网卡 配置啊 包括那些路由啊 那些路由啊 那些路由啊 那些东西都可以 下滑到那个DPA网上去 这样它就是这样一个 就其实这个 很大的社区 其实只占有了 类似的事情 但是在这样的话 这个 我其实发现了 其实这个 找我们去这个需求的人 会是蛮多 就包括现在 很多国家的一些网卡 其实现在 可以做到 程度 所以我们之前就是 就是在MARIS 那一块儿知道的 这样子 但是这样的话 活动的想象 什么 星期员啊 还有一些 人心啊 什么的 就是他们的 就是 希望能够把 云上 和云下 这样的一个 自愿啊 同步 你可能给这样一个 GC 那个功力上的 都一些 做了 呃 其他那些 都能把 都能够 这样 看来就是 更多的人 往后自己的 就是 尽管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 但是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 得到 VC 如果你拿到 那一部分的那些 呃 那一部分的那些 那一部分的那些 还是会 根据不齐 收藏 那些 然后现在 看到的就是 比如说 这个 呃 说 这个 呃 那些事情 这类的东西 其实会 越来越超级不端的 把那些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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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传统的应用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再来就是 呃 呃 就是 我们现在 在社区里面 最大 是非法屏幕的应用程 能够找到 这个简单 但这个其实 呃 就我们了解 是 用比较好的机器 他们把这个 控制平面撑起来 嗯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 还要看一下就是 怎么能够呃 呃 去把这个形容 包括我们的自电器 然后给 我们这边就是 希望能够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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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感谢这个刘老师的 谢谢啊 这个 请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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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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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有做过压策吗 尤其是这种叶莱斯 有关键的图件 有过 但是这个可能更多的程度 是看你的硬件性 是怎么样 基硬件性 对 本质上我们没有做特别恶心的话 就是最普通的那个 马克达拉雅 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才您提到 咱们有运势派 运势派的话 就是因为它的复杂性 是我们单独实现 就是说的物物 VPC这块的话 它的那个 特别性要比那个 那个 那个 特别连级原生的那个 这个 男后人要高很多 然后 您这刚才只是带你去 怎么做监控啊 商务出品的话 因为 你看 那个我们跟那个 整类达拉雅斯比 然后 博老师 他对VPC的这个情况 其实 力度还蛮细的 对 我这块 就是在 咱考量的 我们这块 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们 一部分是那个 基础的一些指导的 这个就是什么 网络的通口啊 速率啊 还有一份可能 就是我们 真正欧拉系的情况 比如它的一些 流表更新啊 它的一些错误啊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端口的 一些延迟啊 这样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 挺多的 就是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 主查的本身的一些 因为我们其实 跟他一般的 很紧的配搭 你能够出什么 抖动 就我们也会有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配搭 那个 PX 速率啊 这样的东西 再有的话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 训练工具 就是会有 比如说我们会有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 推测的东西 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 就是你的网络的 虚拟拓户的一个展示 就比如说我这个包 从这个地址 到这个地址 然后我的 然后拓户线路 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工具 把这个拓户展示 您这包拟是自演的 还是用什么 一个开源的作用 嗯 这个 应该算是 开源的 还是没有 然后这是调开的 都不可能 好 感谢您的 谢谢 你好 我对这个 看见你讲的 多处处啊 本来就 我不太理解 我对这个多处处 假设你是公佑云的吗 就是正常的 你一个 球铺 直接一个 下号 然后你 进行建议自己的 K8RX机群 嗯 对吧 那你这个多处处 跟那个 是一个概念吗 就像 咱说 就说一个 TCT的 这种 你一个 project 刚才我看见 那个 是有个 那个 VPC的 那个 界面 对吧 上面 就是那个 那个 所谓的 主护 就是 project 基点 那我在这个 project 基点 建了一个 K8RX的 机群 那我 这个 建完 这个 机群 我就得 用这个 机群的 网绘 假设说 5G的话 他用 Flighting 网络 用 Hollywood 什么 对 你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能可以理解为 这个 K8RX机群 这个 K8RX机群 在K8RX 在K8RX里面再去创建 训绩 可能在这个 训绩 里面再去创建 里面再去创建 训绩 可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就是 不是 我说的意思 假设我用这个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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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 一个 Tenant 一个 Tenant Tenant 一个 Tenant 已经有这个 网络了 对 然后你刚才 你使的这个 多数目是 在这个群里面 再进行 FanMove 对 就是Namespace 几边吗 还是 这个 这个 就你可以把 GoGoNamespace 跑到一个 位置 我们现在是这样设备 但是 其实 就是这两个关系 没有什么 直接的联系 你可以理解 我们这是一个 纯粹的 一个网络的概念 不是 我说这个 我能明天 解释吗 好 就是我 刚才拿那个 谷歌 这个例子 已经有这个 PPS 对吧 对吧 我这个 一个 顾客 一个 这个 我已经搞了 一个 PPS 嗯 然后 PPS 上面 已经有 这个 网络了 对吧 然后 我这个 团队 可能就是 切到 不同的 Namespace 来发布 这些 运动团 嗯 那这种团队 下怎么 运达 这个产品 就这种情况下 你其实有没有 必要 你多 付出 对 这个 多数目 我觉得 对 这些多数目 你是 我们这种场景下 我们这个用户 他想做 我是想做苦多可闹的本身 对 懂我意思吗 啊 你直接说 这个 不是说 不是说 这个 公共有用 整理 是我们在搞 对 可以把 提供一个VPC 然后VPC 你再往上再去 好 就相当于 你这个 就是 完全就是一个 最底下的 最底下的 一个 然后 我这个 一个 上面有 跑了一个 KBIS的 大集圈 对 然后在 这个 集圈里边 这个 不同的 逐厚 对 然后 这个 不同的 逐厚 与不同的 网络 对 是这种 对 那咱们这个 产品不是 公共有用 咱们的 流血里的 东西 不是 只是说 我们这个 社区的 固有 固有 现在是 用我们的 难受的 那咱们 主要干啥 就是说 这个 假设我 用你们的产品 我得自己 有一个 小时候 KBIS 基础嘛 KBIS 那个 假设我 在很多 去 地上 搭了 就 KBIS 然后 在这个 基础上 用 这个 咱们 那个 产品 可能跟我们 公司做的事情 稍微有点 不一样 我们公司现在 主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 提供腿拔的 就是 还是我刚才说的 第一类 一种面向 应用的 只不过是 我们这套 做了这套 网络的东西 会发现 有这样一些 新的可能性 属于是 我们在 在比较新的 去拓展 这样的 应该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这么说 就是 您这一话 这个 或这个 之前 跟他们讲 过 Games 的时候 的话 也有这种 对吧 刚才你老板说 如果说 我就是这个 想在 批发上 再分就有权限的话 那么我为什么 不单纯 用这个 VM 我在创建 这么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 现在他们讲的 好像是 那个 Core Games 什么 什么 这东西 好像也是一个 类似于 在上面 分权限的 这么一个 不知道 合体这个的话 有没有什么 我不太清楚 那个项目 自己 它好像也是一个 开源的 这个 其实不是的 就你现在看到的 大部分K8的 多数目 它都是 英国层面的 多数目 都是老几书设施的 多数目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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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gs 있잖아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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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